海外学者需民主革命,不走赵紫阳失败路,中国近代史学家辛浩年近日公开发表演说,呼吁中国民主运动汲取六四屠杀的教训,不要重走赵紫阳的失败之路。 辛浩年,在旧金山的演讲中,告诉他的听众这样一件事情,不久前一位曾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人前来拜访问,在八十九民运中,作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为什么会失败? 辛浩年对这位拜访者这样回答,我只说了一句话,那是因为赵先生他不敢向中共的共产制度挑战,他就必然要败在邓小平手下,如果他敢向这个制度挑战,他就未必败在邓小平手下。 大家仔细想一想,如果他成为中共党内制度最高的挑战者,他将会得到多少人的赞成,拥护,如果他把这个挑战放在天安门广场上不是说我老了,无所谓了,而是说我们要挑战,埋葬共产制度不是打到任何一个人。 那个时候全国人民会不会支持他呢?肯定,会照紫阳,是个了不起的人,是一个伟人,可是他没能够走到挑战,这个制度的那一天,所以他失败了这才是本质。 辛浩年指出八十九民运起初没有明确提出推翻共产专制的口号,革命就在六四屠杀那一天觉醒。 但奇怪的是,在六四屠杀后兴起的海外民运,确实不可谈革命,谁喊革命谁就挨骂,谁就会被批判真正的革命领袖王炳章,就是这样在海外度过了,他被送进监狱前的十几年。 我来到海外以后我听到,的就是他是搞暴力的,我们不能救他,更习惯,的是一些海外民运人士,的时间表,是跟随着中共的时间表来转。 辛浩年说中共开十五大海外就开十五大后的中国,中共开十六大海外就开十六大后的中国,直到去年中共开十九大海外就开十九大后的中国, 那么久永远开下去,把中共开一百大,你就开一百大后的中国,我们还有希望吗? 赵紫阳在六四后被囚禁十六年中,经过深刻反思,已经走出中共体制,兴悟到自己失败的原因。 辛浩年指出,如果中国民运尊崇赵紫阳这位伟人,那么就不要重走赵紫阳失败的路。 他说,赵紫阳先生,我们尊敬的这位共产党人,他是因为没有走向挑战共产制度这一步,所以他失败了。 难道今天我们还要重走? 他的这一条路,骂我们还不该用革命推发这个制度,最后来解决中国最大的难题。 马甘革命了革命不是杀人放火,勿可以污蔑我革命二字,这是晚清的一位革命家说的话,对于一个恶怪卖赢,迷信暴力镇压的中国共产党,非革命推翻他不可。 NBSP特约记者CKNBSP,NBSP,NBSP则编和平NBSP网边瑞哲相关报道也谈正,致正确与言论自由。 刘迪卢伟被以社会罪正式起诉,中共政局意向平生效益。 刘青正式日后成为正国籍的张德江当年一手成就了高,俊方高新知识分子是习近平触发管制危机贸战,引发政治地震流和出局。 清华教授许章论需恢复,主席任期至党政部和市长免职党大于政,习近平出访大洒避民众不满,大陆施压江台改名, 44家航空公司全驱服评论,零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,同步广播库政变传言满京城习近平出访,被低调美国政府接连点名习近平, 事情不简单沉破空,罗宇贸易战,引发习近平政治危机俄平中美贸易战,北京已乱阵脚中共内讧,让我们保持冷静。 王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,准备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,中国会有第二次世纪耻辱吗? 刘青冒战,引发政治地震刘鹤出局,从疫苗事件看共同底线将其升。 美中两国在世贸组织激烈交锋编辑推荐,也谈政治正确,与言论自由流迪。